在英国肯特郡吉林厄姆的一个食品银行外 前来寻求食品救济的民众排起了长队 持续的高通胀以及食品价格上涨 加重了生活负担 英国民众叫苦不迭 来这家食品银行求助的人数 是两年前的20倍 从每月大约800人增至17000人 而英国全国的状况也是如此 英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5月 英国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的价格 同比涨幅为18.4% 较上月有所下跌 但仍处于高位 过去两周 有大约一半的民众减少食品消费 另据英国广播公司20号援引市场研究公司 凯度的数据报道 近70%的英国家庭 对食品开支极其或非常担忧 生活成本危机加剧 还导致盗窃案频发 英国便利店协会表示 过去一年便利店遭遇的盗窃案数量创下新高 原因包括生活成本危机加剧 犯罪团伙猖獗等 被盗物品最多的有肉类 酒和糖果等 不少便利店安装了防盗装置 希望减少盗窃案的发生 分析指出 高通胀叠加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飙升 英国民众的生活成本被推高 很多人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持续的生活成本危机引发民众不满 英国多个行业掀起的罢工潮此起彼伏 今年1月 英国首相苏纳克曾承诺 将在今年年底将通胀减半 当月 英国的通胀率为10.1% 而到了5月 通胀率仍然高达8.7% 英国卫报指出 虽然苏纳克仍然有半年的时间 来努力实现其定下的目标 但这个目标现在看起来像是一场赌博 英国天空新闻评论说 降低通胀已经成为执政党 保守党的一个政治噩梦 与此同时 随着英国央行为遏制通胀进一步加息 对于英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也日益增加 虽然国内通胀高烧不退 民众深陷生活成本危机 但英国政府仍然在俄乌冲突上火上浇油 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 所谓的乌克兰重建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 苏纳克在会议上宣布一项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 同时声称将继续对俄罗斯施加制裁 英国政府不顾国内民生 却拱火冲突的做法也引发了网友的批评 也许英国应该停止支持一场与他们无关的冲突 慈善应从国内开始 继续给乌克兰提供资金 却不关心自己的民众 有钱用于战争 却没有钱为儿童提供良好营养